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松仔鸾咯 只是短短过了二十多个小时 英国上下左右前前后后 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究竟是什么呢? 事不宜迟 马上去片 咯?老实说? 老实是谁? 是啊, 老实不是人 难道是神? 神鬼神马吗? 我说松仔鸾 谁在这里说我? 哎呀, 被他发现了 没有, 我说你英俊鸾 不是啊, 你明明刚才说他胖的 谁说我胖? 走鬼啊 今天下午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人叫我做灯神了 是的, 就怀疑我也是拥有超能力的 哈哈哈 第二个拥有超能力的YouTuber 是的, 话说我昨天出了这一条片 讲关于卓慧斯和关浩廷 他们的岌岌可危之際 话音都没落 即是椅子都没坐乱 那条片子都没看够一半的人质 即是那一天的收市都没过一半 我今早睡醒而已 就看到KK已经被人用十几道金牌召了回来 他本来是在开会的 在IMF开会的, 特意召他回来的 特意召他回来的 坐专机 喂, 你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要跟你说 回来 很惨 回来就是, 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你了 他真的有点惨 昨天才被记者问他 你还会不会留在这里留任啊 I'm not going anywhere 当然 I will I'm not going anywhere 很能力 今天就被人批走 而且他这个是真可憐的 为什么真可憐呢 他不单止是现在要离职离任 通常一般这些位高权重的 这些财相、什么外相、什么卫生大臣 如果是犯了一些重大的过错 大家都知道他是被人批走的了 但是你都会用一个比较好听的 辞职 辞职 他会写一封辞职信 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 脚痛也好 健康问题也好 肚痛也好 什么牙痛也好 他一定会有一些东西的嘛 你都会起码挽回一点点面子给他的 这次不是啊 这次是Listruss出来宣布 He is out of the game 中文的用词是更加残忍的 是用格职 什么人是被格职的呢 纪律部队犯错就被人格扯 格职 就像你看毛间那样 即时生效 那种嘛 你是要 真是很大的丑闻 我想去到什么地步呢 我想真的叫鸡当街断正 都未必需要格职 我们昨天那一集就已经分析了 为什么他是将自己赶入绝路的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Pension Fund的问题 国债的价值 如果再减下去就会跌到等于零 因为国债是可以等于零的 国债和钱不同 可以的吗 可以的 是债来的嘛 就是要对你的国家有信心 那个债才值钱的嘛 所以为什么美国的国债是全球最值钱呢 就因为大家对美国这个金融体系是最有信心的嘛 但是如果大家对它完全零信任的时间 那那些东西就不值钱的了 它会跌得比你的cash的 cash都会贬值 但是没有国债贬值得那么快 因为国债始终是一块欠人的东西来的嘛 他们cash都可以直接拿出去洗嘛 你不可以说我去麦当劳 我拿国债来的 麻烦你三磅九九 你等我一会儿 我找一下我又没有国债先 所以我们昨天预测 它的U-turn是一定会发生的 是不能不发生的 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 但我没想过这么快 但我没想过 是我的话说完 绝对会发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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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那一句话都没停了 就已经发生了嘛 就是 我说了很多次了 其实你换人 或者你改变策略都不要紧了 下次可不可以给我少少安宁 少少预兆 不要一下子 这是违反了英国人的Efficiency 我告诉大家 英国人没有做任何东西 可以快得这么紧 除了你欠他钱的收钱之外 我没见过英国做任何东西 是可以速度之快 我想List Trust政府感应第二 全英国都没有人感应第一 就是他炒的速度 即是那个速度是快得你 说时辞那时法 我以为他就是全英国最短命的财相 谁知道不是 原来1970年代有另外一个财相 比他更加短命 只有30天 他有38天 但是如果说是 仰臭的话 那他就真的是最仰臭 因为那个是因为心脏病 而没得做的 就不是被革职 也不是被炒 也不是辞职 也不是叫家人付钱 这个就不同了 这个是38天就被人逼走 是很噁心的 其实今天卓卫斯也很噁心的 怎样噁心的 他不是要写一封信的 就是Dear Quasi Quateng 多谢你 一律二来的努力 付出 贡献 在最后他应该写 从List Trust的 他写了哪个呢 他写了Quasi Quateng 就是Quasi Quateng写信给自己 就是 就是 Quasi Quateng 多谢自己 多谢自己的付出 是的 Dia Quasi Quateng Quasi Quateng说 多谢你的付出 全名Quasi Quateng 还有哦 他是没有做错的 是的 你说得对 是的 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做错的情况下 被人逼走的 因为做错的当然是他老板 是的 因为他这个 plan 这个mini budget 今天呢 那些记者质问他的时候 质问List Trust的时候呢 就说 听说 在他们认知的范围里面呢 这个mini budget 是他们两个在厨房里面 调出来的 是的 就是在推出之前呢 是没有人知道整个mini budget 的全貌是怎样的 是的 是他们两个在厨房里面 逗逗逗逗逗 逗完出来就直接公布 嗯 就skip了所有NP skip了所有党类 所以才引来这么大的不满 是的 第二件事就是今天很多NP 都讲同一件事 我们昨天讲的一件事 不是舆论令到他下台 不是NP不喜欢他要他下台 而是市场迫他下台 市场的反应太大 而令到他下台 这个正是等于我们昨天讲的一件事 但问题在哪里呢 现在问题是KK 关号庭其实是没有做错的 没有 现在是老板叫他这样做 他听我打嘛 那或者他们大家一起想 either way都是老板认定 老板认定 老板认定那样东西怎么出来呢 是的 好了 那就出来了 现在有事了 是 他就变成了代罪羔羊 是的 此其一 第二 他这种代罪羔羊的犧牲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老板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是你们两个计出来的 这个蛋糕是你们两个计出来的 那你们两个都有责任的 在任何人的眼中 不会觉得只是跟KK 反而大家都觉得 其实是跟ListTrust的事 是的 现在你还要不走他 那你不走他 是不会代替了你的 因为 因为你整个budget的plan 就是说 我要growth business growth low tax business growth low tax 不是他今天不是这句 他今天有句新的 是什么 economic stability 是的 记者问他任何问题 你怎样看他被人 就是他现在要被割职 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我是要维持英国的economic stability 是的 你怎样看 为什么他走了 你又不用走 因为我留在这里 是要为了英国的economic stability 是的 那你现在的budget plan 已经没有了这个 你原先的那些低税 没有了你之前的政策 U-turn又U-turn之后 那你的政府还有没有credibility 还有没有诚信可言 我U-turn是为了economic stability 今天他问的四个问题 四个问题 四个问题 四个都是答同一个答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昨天也有说过 这个budget plan 是你两个一起cook up出来的 现在你又没有了 你原先的budget plan 里面最主打的low tax 这个high business growth 那我想问你的budget plan 还剩下什么呢 已经不是一个plan 你也没有了你当初的vision 也走不了你当初的路 所以你不能够只怪他的 因为this trust 是基本上 我可以说 他是没有可能留任的 他怎么留任下去呢 没得做的了 完全没得做 你不如解散他重选吧 不如 现在去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是荒天下之大谋 这个也不是最大谋的地方 是他之后找另外一个人 replace他 那个人才是荒谬中的荒谬 你怎会找Jeremy Hunt replace他呢 因为没人想上 我觉得其实他也是拿来顶的 就好像之前那个Sai Javid 贾韦德那样 都是做了六十多天而已 其实他ok的 他也有料的 但为什么他也是用来顶 Boris Johnson中间 那段去开婚礼 开party的空隙而已 我觉得其实Jeremy Hunt 应该都是用来顶空隙而已 那难道你叫他交代 因为10月31日 10月30日 那几十个Billion的钱 是怎样筹起来的 即是你现在 你开了个头 我就借了这么多钱出去 那怎样筹起来呢 现在我们就不再 给这个什么 high tax了 45%是富人税 第二个U-turn是那个什么 那个 corporate tax 是的 加到25% 那里就省了18个Billion 还不够 但是也不够 你还欠那二十多三十个Billion 是谁来呢 你自己的荷包 那你叫Jeremy Hunt 去找那三十个Billion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最后大家 喂大哥 你不是不知道他老婆是谁 是吧 你完全违反了 你当初对选民的承诺 你当初选民选了这个 不是 当初我们选了保守党出来 是吧 保守党不要文翠山 不要文翠山 两个人上去选 是吧 那就是Boris Johnson 对Jeremy Hunt 是 你内部已经是一个共识 就是找Boris Johnson来接任 是一个领导来的 是啊 Jeremy Hunt很明显就是不行了 所以才上不了他 接着Boris Johnson出来 再解散个国会 再给大家重选 然后保守党 赢得开航 那是代表什么 代表大家贊成 是应该找Boris Johnson做首相 你现在翻斗Jeremy Hunt出来 你是完全是违背 当初对于我们选民的承诺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 今天List Trust说 Jeremy Hunt和他分享共同理念 大家都是 高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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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告诉我 你现在转台 你现在是为了商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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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这是对于我们的承诺 当初你说我选出来之后 我就会做些什么 你送不了 你自己也炒了 你自己一半就走了 一半 你已经不是一个家庭了 已经是没有了你的一半 你的家庭已经和你分开了 你现在是临时临急的 湊了一块不知道什么 要不呢 不如保守党就决定罢免你 然后重新来过 当你这几个月没有发生过一样 大家眉上眼睛 不见了 很不自然 抹了它 要不然就解散国会重转 老实说 我今天看他对记者的表现 答完四题 他四题很犹豫找谁去答这些问题 答完立刻转身走 因为他发现四题 就算他怎么找 他都找不到他想要的问题 是啊 他都没办法回答到他想答的答案 所以他转身走 完全头也不回 记者都很生气 你就知道 其实他已经失败了 根本他走不下去 那台电影已经做不下去了 他已经控制不了任何事情 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控制不了 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已经是真的彻彻底底完结了 那不如就痛痛化化你 你自己下台辞职算了 是啊 再来过 是啊 就是either way都是 那还有现在很多人说 哎 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 你搞肥波做什么呢 这个是真的 我觉得 那你不到现在 你第一 你要挂新卫城 他先开球 这个就是 但是这些是政治的问题 就是如果他上到位的 那他就赢了 那这个历史是被赢的人写的嘛 那问题现在他赢不了的嘛 所以他就被骂了 是不是 但是你肥波老实讲 真是 你说他差吗 他怎么差啊 都不会38天被人趕下台马 他怎么差啊 都不会出一个预算案 要两次U-turn 就是他有sense的嘛 他起码 你想想其实肥波在任的时间 在COVID的期间 他派了多少次钱啊 我想问 是啊 他够了多少个business啊 是啊 那一样是负债的 他什么样是要花钱的 他什么样是要帮助大家的 但是为什么他那时候 没有被人这样骂呢 那难道他那时候 这个情况不危急吗 COVID的时候 情况一样很危急的 是啊 我们一样天天在说 要怎么生水猴啊 我们的借贷有多少啊 和其他欧洲国家给多少啊 有Brexit 是两样东西加上 那我们那时候不痛苦吗 一样是很惨的 那为什么他那时候 没有遇到现在这个问题呢 那这个就是他的能力的问题 那你就这么说 肥波那时候 我们的Inflation 又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又没有Energy Crisis 其实那种油还很便宜 是啊 但是问题又有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肥波是三次亲自到访乌克兰 他是在外交方面 他是坚的 是坚的 有胆色 有胆量 有勇敢 就是他在一个战时 有领导国家那种表现出来 就是他那种感觉 我不怕你的 你打过来 我一定以牙玩牙十倍奉玩 但是 现在卓慧斯的政府 就好像一个小女孩的政府那样 被人压住砌 那种感觉 就是很弱啊 那种感觉 就是被人表现出来是一个弱性 是啊 那我个人觉得 肥波回来做的机会 就是很微 很微 因为听闻他出面都混得很棒 嗯 是的 赚很多钱 还开了新公司那样 是的 那你出去舔过之后 你都未必会想回来搞烂摊 还有 第一 说到尾是你不要我的嘛 是啊 你回去求我啊 你求我回去做啊 那样 就是那种感觉 讽刺意味太高啊 嗯 我觉得这个不是太 likely 虽然我们想 但是我不觉得不会发生的 但问题是 现在他这个 这样的组合 Jeremy Hunt 再加Listers 的组合 我就没办法 对不起了 如果观众是支持的话 那就是观众自己支持 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没办法支持他这个组合 那这宗新闻呢 就看看容后如何发展 我相信不会就这样就完结的 应该明天后日呢 又会有更加多的进子 有一个记者呢 有一个很好的形容词 他说呢 现在那个卓慧斯 做首相的那个shelf life 是短过一棵树 shelf life 就是他的到期日 是不是 那个保鲜日期 是少过一棵生菜 其实呢 除了这件事之外 另外还有一件事 都很严重的 就是今天呢 Royal Mail 宣布呢 将要解雇一万个员工 噢不 将会有六千个率先 就要先斩了 因为现在Royal Mail 是每年在亏三百五十个million 其实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 网购年代嘛 大家都靠delivery啊 靠网购 为什么会亏这么多呢 我估计 我估计因为他的份额呢 是给DPD啊 Armazon啊 Armazon本身自己送 Uber啊 Delivery啊 那些呢 自己抢了很多份额 因为Armazon是自己送的 那你每个买Armazon 通常Royal Mail是拢不了的 是啊 然后其余那些呢 就找DPD送的大货 也都不找Royal Mail 因为Royal Mail不够reliable 是啊 整天都送错地方啊 又不够快啊 但其实OK的 我试过网上面买一些小的东西 嗯 那他说今晚买 那今天譬如晚上六点七点买 我明天就到 是Royal Mail送的 是 是可以的 其实Royal Mail是可以的 他的服务是OK的 嗯 但是问题是 因为长年累月 他那个品牌的 那个perception 大家对他的观感 都不是太好 都是 那就令到他呢 可能是这样 因为是这样的事 这是我推测的 嗯 因为他们说要罢工嘛 他要罢二十多日工嘛 嗯 那他要大规模 全部人还要选那些什么 Black Friday啊 Cyber Monday啊 Baby Tuesday啊 I don't know 就是那些什么 哈哈 专解这些网卡 就只是罢嘛 是啊 那他说呢 如果一旦他这样成功罢工呢 是会将那个亏损 扩大到四百五十个million 那就是说 Royal Mail不是真的不加你人工 是真的没有钱加你人工 是啊 他说算了 你既然不接受加薪方案 那就直接不用加 直接不用做 你明天都不用上班了 就是他带你了 他现在摆明是 因为你说罢工 他调回来带你 那他说明天开始 就会陆陆续续 就跟一些Core的Royal Mail的员工 说呢 就会不上班了 那另外几千个呢 就是不是一次炒一万个的 另外几千个呢 就是自然流失之后 就不再補了 就是你自己辞职决定 走了之后 那个职位就不再存在了 哇 那也挺恐怖的 你英国全英国炒一万个 是啊 对啊 没有了一万个 你想想我们翌日 因为Post Office 其实不只是寄信 不只是Parsal 你做很多其他东西 比如做车牌 證件 对啊 Parsport啊 其实很多附带的服务 都是Royal Mail去做的嘛 所以这个呢 将会对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呢 是会有严重的影响的 那政府不是还说呢 现在 现在那个政府啦 现在那个跟昨天那个有点不同 我觉得我也有点疯狂 Anyway啦 他们说呢 他们不会剪掉那策略 但是会缩掉那策略嘛 是啊 就是make up那些钱 回来填回这个Tax Cut的坦略嘛 嗯 但是这件事呢 也都间接导致到呢 另外一个行业罢工 就是大家都非常之影响的老师 哦 全英国的老师呢 最近呢 就是这个他们的Union NEU呢 就进行了一个调查 就发现呢 有86%的老师呢 是希望呢 会进行一个全国性的工业行动 一个罢工行动 那对上一次这么大事呢 就是08年了 就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无毒有偶 我们现在都是海啸啦 不过我不知道 是什么海啸 因为没有一个荒谬的名字给他 这次的一个危机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呢 本身他们是被promise了呢 其实19年的时间呢 就已经会把starting salary 就是改成30千了 就是他们最低伤起身点 就是30千一年 三万磅 那但是因为那个Covid之后呢 就将它推迟了 因为Covid 所以就推迟到2023年 那大家知道了 Covid的时间 我们又不够资源啦 老师又做多很多东西啦 跟着全部都work from home 小朋友就learn from home 很多诸如此的care quality 有些呢 就因为特殊的关系 可能是那些NHS的护士啊 那些前线啊 那些是上学 那些是上学的 就是老师做double的东西 又要照顾上学那些 又要照顾在家里那些 所以整个状态就很复杂了 那时候那些东西就做多了 但是工资完全没有加到 那最后下来呢 其实呢 他们不单止是没有加到 因为现在的inflation之后呢 他们还是被逼减了8%的人工的 其实是变相减薪 那有很多学校呢 那些老师呢 就宁愿出去做超级市场啊 做其他的工作 好像那些护士那样 宁愿出去做一些 不关他职业的事情 都不再做老师 因为那老师的费太低了 那有很多学校呢 为了留住一些老师呢 就硬加他们的薪金 但是硬加他们的薪金呢 那个budget呢 其实没有加到 他在自己的学校 那些高纳学校的 营运的budget里面 就变成了很多学校呢 就那些学校的school trip啊 那些什么音乐堂啊 运动堂啊 那全部剪掉了 那最后受苦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小朋友 但是那些老师一样受苦的 那他们 那你做的老师 一定有一些教学理念的啦 你又复制不了那些东西啦 你资源又少啦 其实那时候19年COVID的时候 已经讲的了 那些学校呢 你又要别人学习从家 但是你又派不到那些什么 iPad啊 电脑啊给他们 不知道整个九个学生 share一部电脑还是怎么样的 或者那些电脑坏了 又没有人修理啊 那现在其实那个资源的 緊绝的情况仍然在那裡 再加上现在这么多新的移民啊 其他国家的人来啊 就是你那个本身 学校的学额已经是严重不足了 比起两年前来说 更加是有问题的 就是更加是不够的 但是你现在的资源就更加少 那所以呢 这个呢 是会令到很多家长呢 是非常之忧虑的 包括我们啦 就算你不要说公立学校 我告诉你 其实私立学校的老师 那个人工一样是低得很紧要 私立学校的老师 一样是罢工的 我认识很多的朋友呢 他们的子女的学校呢 都是出现问题 也都是有人手短缺啊 知言不足的东西 就算是自己给钱读啊 私立啊 都是有这个情况出现的 那所以呢 教育呢 在英国呢 尤其是公立学校啦 那么多小朋友要去上堂 要去欠资源的时间呢 我们真的很担心的 因为你现在 护士医疗又不够 接着你又告诉我们 你邮政服务又不够 再加上你现在年年学校的老师 的资源都不够的时间 那这些是全方位365度 前前后后左右又包抄我们 那这个的确是会增加我们的忧虑 不过呢 忧虑还忧虑 日子一样要过的 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 这个也不是我们英国独有的一个问题 全个欧洲都有 其实如果你看回那个借贷的数字呢 或者是经济上面那个问题呢 英国呢 不是全欧洲里面最强的那个国家来的 那民调机构YouGov呢 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呢 那调查是直到去9月的 2022年的9月尾 那就访问了很多欧洲的人 那究竟你们是有多 觉得自己有多贫困呢 就是有多大问题呢 比如是你需不需要去折省你的开支 就是现在你已经要折省你的开支了 或者你将会期望你自己要折省你的开支的 那也都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折省 或者我完全没有想过折省 四个问题 那发现呢 他访问了12345677个国家 那意大利和法国呢 是最多人回答呢 是他们已经在剪自己的开支 以及知道自己将会需要剪开支的 那英国呢 在这几个国家里面呢 是排中游位置的 是排第四位 那就在这个德国瑞典和丹麦的上面 那但是呢 再上面呢 我们还有意大利 法国和西班牙呢 是占我们底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在欧洲来说 大家都面对同样的危机 同样的问题呢 我们不算是最严重 只能够说是中中挺挺 是的 比上不足又比下有余这样的 那另外呢 你说如果英国呢 在全欧洲来说 大家对个政府不满意的表现度呢 那又排第几呢 那在个不满意度呢 英国是排第一的 哦 英国人是在对政府的处理方法里面 是最不满意的一个国家 那下面呢 就有意大利排第二 第三就是德国 接着西班牙 接着法国 接着瑞典 接着丹麦 如果你说在不满意度 就是如果你叫英国人在那裏 评价一间餐厅那样计算 那就分开其实很简单的比喻 就是两样东西的调查 第一 就是调查你觉得这间餐厅贵不贵 有没有贵到你觉得大出血 英国人呢 就不是觉得这间餐厅特别贵 嗯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这间餐厅的服务态如何 英国人呢 就给腐皮是最多的 就是它不是特别难吃 也不是特别贵 但是我给它腐皮最多 就是这个就是调查结果 好了 Anyway 无论结果是如何 将来发展是怎样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只能做一件事 就是每天都关心这个地方 发生的大小事件 如果大家都喜欢看我们的报道 和我们的资讯的话 那记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叮叮钟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吧 拜拜